高雄环撞轻轨成员后已成为许多民众通勤的选项之一 但全线22公里38个车站皆无设置厕所 对于驾驶以及大乘民众可能带来生理需求不便 对着高雄捷运指出 目前在轻轨车站月台上都配置轻轨周遭环境介绍地图 地图上有标示临近如彻位置供民众利用 民众的话呢 我们现在其实在做导览地图的这个部分的话呢 我们就是还在持续的研绎中 那是希望说民众在看到当然是我们有捷运车站 或者是台铁的车站的时候 这些车站的附近就会一定会有厕所 那民众就可以到像是还有公园的部分 都是可以进到里面去进行如厕的 那如果说是在我们一般的比较简易的车站 这个部分的话呢 一看就是比较没有可能大家就是会要去附近的 这个周遭的商家来进行就是商界一下厕所的部分 高杰表示考量高雄轻轨车站 都采轻量简约与明亮通透之开放设计理念 因此考量过后不建议整设厕所 而对于长期知情的驾驶员 在轻轨哈马兴站 台铁美术馆站与开选公园站 有保全住站且周边有厕所 驾驶可以选择一处进行如厕 解决生理需求 像我们的轻轨司机员 因为他如果有生理需求的时候的话 我们会让他到我们的 像是轻轨跟捷运共工的这个车站 哈马兴站 然后还有台铁美术馆站 以及我们凯旋公园站 这边的话呢都是在站内 或附近都设置有厕所的部分 那他们都在这边呢 可以就是暂时离开我们的列车 然后进行如厕的动作 那他们在暂时离开列车的时候呢 我们也都会现场有保全 会在我们的这个列车的周围 会帮忙大家进行一下管制 那同时呢 就是在我们的这个列车充电的期间呢 也希望说民众可以在车上 暂时的捎带一会 那我们的司机员马上就回来了 高地在官网上也设有 轻轨车站周边厕所位置的示意图 期盼让民众便利解决如厕需求 记者周权云长报道